川普升级行政令 中共军企证券一刀切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犯受贵罪终审获刑20年 社交平台GAP恢复川普总统全部推文 人权报告称 中国人权进入治安时期 6名加州用户状告腾讯 1月13日 白宫发布消息称 川普总统已签署行政命令 修改去年11月发布的第13959号行政命令 这是川普遏制中共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强化动作 根据新指令 自美东时间2021年11月11日晚上11点59分起 美国人将必须完全撤出被列入黑名单的 据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证券 不得再持有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这些证券 禁止出售或购买任何中共军方公司的交易证券 衍生证券或为此类证券提供投资敞口 并禁止在公司被确定为中共军方公司一年后持有此类证券 新的行政令更加明确了美国财政部与国防部的执行权力 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协商后 可将符合被制裁标准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 无论国防部长是否提供相关报告 该制裁须等到国防部长将此公司从名单中删除为止 财政部长指定的中国公司也需由财政部长将其从黑名单中删除 才能结束制裁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 今天的行政命令确保了美国保留一个保护美国投资者 不为中国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的关键工具 目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有35家 包括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与石油巨头中海油集团 1月14日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进行终审审判 朴槿惠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罚款18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06亿元 追缴犯罪所得35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058万元 韩联社报道 加上此前朴槿惠因涉嫌介入新世界党党内推选遭处的两年徒刑 朴槿惠的刑期共计22年 经此大法院的两次审判后 现年68岁的朴槿惠成为纪卢泰于全斗换李明博之后 韩国第四位沦为阶下囚的前总统 近期推特 脸书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禁止并删除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账号 令公众无法再看到川普总统发出的信息 而支持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交网络服务Gab成为了推特的替代品 大量网民纷纷涌入这个平台 Gab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托巴更别具心意 在川普总统的推特账户被删除之前 完全备份了总统的推特账户 并在Gab上重新建立了总统的账户 给很多网民带来了惊喜 托巴日前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接受当地电视台WBRE采访 他说目睹了脸书等社交媒体对热门话题的操纵 意识到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 他说我们现在看到共产主义政权与当今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很相似 这是一种恶魔性和有毒的意识形态 会摧毁周围的一切 而Gab有三条规则 一不能容忍暴力威胁 托巴解释了Gab如何监视其社区成员 他说我们有一支分散的军队来管理自己的团队 当社区成员看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时 他们会通知Gab 我们会采取相应行动 二没有打扰 三没有色情 The Gateway Pondy的报道说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CEO托巴在Gab上重新创建川普的账户 是在流量上升700% 并受到左派攻击的情况下做到的 Gab目前正在对服务器进行升级 以处理大量涌入的流量 他们被告知应该很快就会稳定下来 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 1月13日发布2021世界人权报告 批评中共在人权方面 处于自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 被血腥镇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 在人权报告发布会上表示 全球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不满的证据 可以从中国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席位上看出来 今年中国从亚太国家获得了最少的票数 最新的世界人权报告将香港问题 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首位 报告说 在香港经过2019年长达半年的大规模抗争后 中国政府6月30日实施严克的国家安全法 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港人自由的最猛烈攻击 其次 报告再次将新疆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个主要方面 大批少数民族穆斯林持续因身份认同遭到任意拘禁 其他居民也受到强迫劳动 大规模监控和政治思想灌输 另外 中共当局在限制和打压宗教 言论 迁徙和集会自由 罗斯认为更多的国家愿意谴责中国的迫害 是减少中国残暴镇压的最佳方式 拜登应该为这种趋势做出贡献 并且采取更多有原则性的 更连贯的 多层面的方式 加入而不是单边行动 来解决中国的残暴 不过 人权观察批评了欧盟针对中国人权的回应 尤其是去年年末 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在有关人权报告中国部分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过去一年 在人权方面的退步令人震惊 1月8日 数名加州用户向微信母公司腾讯发起集体诉讼 诉状当天被正式提交给盛克拉拉县加州高级法院 该诉状针对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 隐私权和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是一项指控 由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和组织 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 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 公民力量的声明称 该组织采访了数百名美国微信用户 15人组成的工作团队经过斟酌 选定第一批6名加州微信用户与公民力量 一起作为原告 指控微信的审查 监视行为和政策 违反加州法律的诸多方面 该声明指出 微信作为中文世界的主要社交媒体和支付应用 其违法行为和相关政策 导致用户遭受重大经济 情感和心理伤害 要求法院根据加州法律 宣布微信受质疑的做法和政策为非法 对其行为发出禁令 并裁定被告为其造成的伤害支付赔偿 此案的被告为 腾讯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和腾讯国际服务有限公司 本案首席律师王黛实 对美国之音表示 之所以选择在加州把腾讯微信告上法庭 有几个原因 首先 加州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加州华人众多 微信用户也多 其次 加州法律对于隐私权和自由言论权保护程度高 最后 腾讯的美国总部在加州圣克拉拉县的帕洛阿尔托 这几个因素让我们选择在加州法庭发起诉讼 变得顺理成章 感谢您观看希望之声TV 我是亭芳 节目由新培 Ethan 关琪制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